好 我们接下来讲到接下来一个下个话题 也是今天比较重要的 人间到底是谁管的 诸如医生 这到底是什么样 人间到底谁管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神佛 上帝或是任何一切的事情 他到底是谁来管的 你那么多的神明 这个世界到底是谁管的 说到这个轮回 我们要先讲到一件事情 很多人问过老师 很多人在赤身他是什么 金星人、卯昂星人、火星人 或是哪个星系的高等文明 然后自己投胎到了这个地球 利用地球的身份来进行各种业务 比如说要提升人的维度 或者是让世界充满爱 或者更加美好的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世界的人类 都是由高我来进行的人间实验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体 各位跟老师都是怎么样 都是一个虚拟世界的游戏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体 就是我们的高我 另外一个我所选角出来的 我今天要选当算命的 对不对 各位选当老板 对不对 选当教授 选当一个博士 都有 或选当一个司机 都有 自己选角的 来体验一下虚拟的人生 因为他们没办法体验到 所以他们就选一个角 来这边玩一个什么 玩一个叫做人生online的游戏 当然这些说法都有很多 都有不同的基础的理论点 这个 似乎跟我们传统的一些佛法 或是道法之间的一个思想 也就是轮回系的一个架构 有一点不一样 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各位有没有想过 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其实这些都可能是正确的机会 也是有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先从宗教眼光来看 佛教的思想 就是讲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如同阿弥陀佛经里面所说到的 北方世界有北方世界的什么 有什么燕奸佛等 和河沙处诸佛 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 西方世界无量寿佛 东方世界有阿处B佛 下方世界有狮子佛 明文佛 海防佛 上方世界有泛因佛 等这些恒河沙处诸佛 他们都在自己的国家里面 无论是东西南北上下 出广长蛇像 遍复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是焉 所以说什么 这些佛教的思想而言 世尊如来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佛 每个世界都有每个世界自己的佛 在他们的世界去述说他们那边的佛法 所以说就三千大千世界说不能进 所以刚老师讲到什么 东西南北上下 都有各自不同的王佛存在 阿处B佛 虚明山佛 大虚明佛 大雁阶阶佛 日日月光佛 日月明佛 都有很多无数的佛 那么这里说到的佛 其实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名字 这个世界所有的诸天善神也都可以是佛 世界之大他是五远佛界 所以必然不会只有一个管道 来决定的这个世界 唯一的同管的神或者是佛 就是什么道家思想也是一样 一气化三清 三清 大家都知道三清是道教的神尊 三清是什么 三清是玉清 上清跟太清 他原本指的是三个不同的维度的世界 叫做三清静 玉清的王是谁 叫做原始天尊 上清的王是什么 玲宝天尊 太清的王是谁 道德天尊 天界也不是只有一个天 包含了中央的天 然后东方昌天 东北浩天 北方玄天 西北方幽天 西方照天 西南方珠天 还有南方的炎天 还有东南的阳天 香醇这些都是三清他所开天霹雳之后 这些他所串创出来的这些 这些的天界 这些天界里面所同管的神 他们也当然也各自都有下来凡间 为众生讲述经典 然后再返回了天界 所以说讲到这里 跟刚才我们讲到的阿弥陀佛经里面讲的 骗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焉 诚实焉是什么 诚实焉就是说讲诚实的话吗 也是啦 就是说我要告诉你这些经典的内容 就是所谓的诚实焉 经典是什么 各位要知道经典是什么 经典就是众人思想的精神 精神的闺念 当然这类的说法 在西方或者是在其他文化的经典中 也都是类似的 如果各位有去研究宗教学 其实老师刚才讲的东西 在各地的文化 包含苏美尔文化 都有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说在这种的架构之下 无论任何文化 任何的宗教 大部分都是多元的存在 而并非只有单一或是一种变化 或是一种依规 有人说在西方的宗教里面 你是唯一的真神 唯一的上帝 但是他还是有天使 不是上帝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那边 对不对 他有天使 对大天使 各种的不断的天使在去护卫他 所以说天使是不是有神理 对 所以说他也是一个多元的存在 只是他的唯一的最高领导是什么 是每一个人定义上不一样 而回到我们基本面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跟灵魂到底是谁管 这个就很重要了 对不对 佛教有佛教的管理神 道教有道教的管理神 印度教有印度教的管理神 比如说师婆神 然后破坏王 各个文化都有各个文化的神奇 我们先不论是否这些神奇 有没有可能都是同一个 对不对 万神归宗 不同的身份 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我们画了不同的身份 来跟大家去引导人类的精神的进化 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 我们这些众生跟灵魂到底是什么神管理的 这个部分其实不难 我们这个维度的众生 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唯一的依规管理 这个想法要必须要先有这样想法 我们才能够看出来更多的端倪战 怎么说呢 老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形容一下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说什么 我们生病的时候怎么办 要看医生 对不对 要做账的时候 公司要做账的时候 你得找谁 找会计师 如果你想学东西 你必须去学校找老师 我要盖房子的时候 我必须找什么 找建筑师 还有找专门的工地主任 每一种专业都有相关的处理人员 每一种处理人员之上 都还有管理在这些人的人 比如说 你建筑师有建设局 然后医生有卫生局 对不对 这些都有他管理的人 那么 这个世界上面你就不会只有一个医生 你也不会只有一个会计师 你也不会只有一个建筑师或是老师 所以这个世界的管理 它是属于多元的管理 每一种管理的方式都有可能不一样 都在不同的区域会有微调跟变迁 例如什么 盖房子来讲好了 你在新加坡盖的房子 能不能放到什么 放到台湾来 一样的盖法 不行 为什么 台湾是地震带 你在台湾盖的房子 能不能放到美国加州盖一模一样的 不行 因为台湾没有森林野火 对不对 原物料所需的样子也不一样 但是主要的模式 就是盖一个符合当地的房子 我们这个维度的众生也是一样 家有家神 地方有地方神 文化有文化神 宗教有宗教神 他是一个环环相扣 例行禁止的 世界他是一个多元性的 当然有时候可能让人家蛮难以相信的 但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迷思 有些人就是要让自己不要迷思 或是在被未知的恐惧 他所支配 就会怎么样 人性的另外一个情绪就出来了 怎么样 开始涌立了自己的神 也就是所谓宗教战争 那涌立自己的神要去攻击别人 去排除到任何一个人 跟自己所认为的神 所不能认同的其他宗调 对不对 这样就是一个保护自己心灵的方式 因为我相信这个是对的 所以说只要你讲他是错的 你一定是错的 所以我要替这个对的来处罚你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心态 我说讲一个故事 在台湾前阵子就发生一个社会案件 有一个地方医生 他开了一个公司 他常常上节目 他是一个西洋宗教的 西洋宗教 那各位大概知道 我们不能明讲 他就号召他自己的脸书上面 就号召他自己的亲朋好友 你只要在地方看到庙宇 你就要对他笔中子 然后自拍 为什么 因为对他的观念里面 任何的神跟他不一样的 你都是鬼 都是恶魔 所以是说我们要藐视他 我们要去侮辱他 唯有他们自己的神还是真神 而他自己就是那个神的子民 或是神的使者 对不对 我代替神明来惩罚你 是不是 问题是 他的神明有没有要他做这件事情 各位你觉得他有他的神明 会在会在墙上跟他讲 你应该去自拍的时候 跟对方的宗教庙也比宗旨 当然他跳的都是地方的小庙 他没有去什么镇南宫 对不对 不然的话他就变消坡快了 是不是 他也会选择他自己没有威胁的时候 才敢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四强凌弱 他绝对不敢在一些大庙 庙会的时候跟别人比宗旨 为什么 因为自己会被揍 对不对 所以就有厉害的关系 所以说 这个东西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用去深究 我们只能去 他只能去稍微评估一下可能状态 因为他可能原因真的很多 但是 我们可以确定 感觉到一种状况 我不能说确定 我们只能评论到一种状况 因为他看不到自己 所以说他只能伤害他人 来证实自己的存在 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很多 比如说什么 两性关系或家庭关系之中 有一些的父母 或是有一些的夫妻 或是有一些对的子女之间 亲子之间 他必须去辱骂他的配偶 或是虐待他的子女 才能证明他自己是有能力的 各位 你这种社会世界还少吗 因为我可以支配你 所以是说我才能够证明我自己的存在 而我自己怎么证明我自己存在 我没有办法证明 因为我在外面我是受到欺凌的 而我不敢为自己站出来 但是我自己的人 我自己可以去残害我的小孩 去辱骂我的配偶 去伤害我的父母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敢还收 所以说人的人心的脆弱 就在这个地方出现 而再回到我们重点 既然神有这么多 世界又几境无限 三千打钱世界 那么谁来负责我们的轮回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到底是高我真我 还是上帝神佛 还是什么为了玛黄星人 或是金星人 或是火星人 或是水星人 对不对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每一个单位 他都有不同单位的管辖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 却是同一个维度的展现 举个例子来说 什么举例来说 什么叫做多维度之下的一个展现 就像我们上学的学校一向 每个学生他都来自于不同家庭 那么就像你都不同的前世 这样各位理解吗 我们都来自不同家庭 老师的小孩跟其他家庭的小孩 我们生活习惯可能不一样 父母教育可能不一样 经济能力也不一样 穿着打扮也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小孩子进到学校里面 他就是同一个班级里面的学生 你要接受同一个老师的教育 然后下课了 各自要回家去 回到你们自己的文化里面去 而随着成长的状况不一样 有的毕业之后怎么样 继续进修往上走 有的人进入了社会 学着的一技之长 打拼了一下天 也有人堕落到社会的底层 有些人也可能是说 我什么都不做 我进入了家庭 接掌家业 也有的可以怎么 选择自由自在 比如说老师在 在网络上看到一个 还蛮不错的一个主播 他在中国也是很红 叫做雷探长 我记得他很自由 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看 人生中的游侠 这是不是也是非常快意人生 对不对 所可以走遍千山万岁 而轮回就像刚刚老师刚才讲到的 来的地方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都会遵循了一定的管道 然后进入到了这样子的维度世界 也就是我们现世的阳间人间界 然后你经历到不同的文化 有了不同的社会属性跟人生 你在你人生选择 你要力争上游的 你要尽量的为他能付出 往善的地方走的 那么你就有可能往上去 就是叫做什么 积极的修行 往更高的维度去走 你可以看到更远更美丽的 或是更广大的世界 当然你有可能有选择另外一条路 怎么样 平稳的过这一生 我在一个平行线上面 我在那边轮回 但是我虽然没有往上 但是我也没有往下 我享受了这个世间的美好 平稳的人生 没有人说你不上就是一定下 你也可以选择平行的在这个世界中 不断的去享受你各种不同职业的状态 这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也有人选择错误 堕入了下三界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往下走 因为你怀抱的怨恨 怀抱的痛苦 怀抱的一些不满 跟一些负面情绪 所以说当然 亲者卓之愿 卓者静之鸡 天清地卓 天动地静 就是会往下去做 那么你就进入了下三界 什么下三界 在我们的传统宗教里面 就会讲他是什么 畜生界 恶鬼界 地狱界 很多人会说这有点不公平 对不对 你老师你刚才讲到的 每一个人出生不一样 你怎么不是每一个人 你都有力争上游的机会 对不对 不是每一个人都力争上游的机会 有些人就是三级贫户 你出来你就是穷无利罪之地 对不对 父亲不咋样 母亲放养 是不是 你吃饭都有问题 你告诉我 我连学都可能上不了 你要怎么让我力争上游 对不对 没有错 你讲的是对的 你这样想也是应该的 所以说平民也有人出百万富翁 对不对 乞丐也会出皇帝 我们之前中华民国 其实有任总统叫做陈水扁 他就是三级贫户出来的 不是吗 今日的帝王有没有可能 以后就变成了他人的奴隶 或是劳中 那个什么 就变成了囚犯 在韩国清瓦台出来的 下一站就是监狱 每一个总统不是跳楼 就是被告 皇帝你难道不会做监牢吗 皇帝你就可以荣华富贵中生 我们讲个历史 怎么样 三国刺大家知道吧 三国演义 对不对 未熟争骗天下 最后被司马懿统一了 晋朝 是不是 他一个司马家 把这些英雄豪杰全部把你熬到你 站不起来 天下都是他的 是不是 他有没有很厉害 有没有很满足 没有很满足 为什么 因为他过不了几代 他的后代就成为了什么 其他皇朝的奴隶 是不是 所以说最终决定生命里头的关键 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 而陈老师跟金老师的工作 其实我们还是在一个职业的范围里面 就是帮助大家 你怎么样做出你最好的选择 以及明白你选择之后的意义 这是我们职业特殊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人生的顾问 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基本上都是环环相扣的 现在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暂时经历的世界 再举个例子来说 老师什么都举例子来说 狮群里面会有狮王 对狮子的群里面来说 狮王是管理世界的上帝 对他们讲狮王就是上帝 他要你生你就生 要你死你就死 要赶你出去 你连屁都不敢放 对不对 他就是世界 但是说不知道他们的世界是一个野生保护区呢 人类在管理这个野生保护区 那么 人类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的时候 那么有没有可能 我们其实也在野生保护区里面 我们从一个哲学眼光来看一件事情 怎么样 一粒麦子见世界 一粒沙子见天堂 当人需要观之在的时候 其实光明就无所不在 各位您说是吗